嘿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小伙伴催更的一期视频 就是关于小米米爆s的第二代 也就是2023款 这个2023款距离上一代整整过去5年的时间 我估计大家记忆都已经模糊了 这个是我5年前的这个视频的截图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岁月是一把无情的杀猪刀 我直接替你们说了 我不得不承认确实胖了很多 那这个小米盒子这5年有哪些变化呢 你先别激动 它并没有胖 那最新一代小米盒子 它做了一个处理器的升级 由之前的S905X1升级到了S905X4 因为处理器升级了嘛 所以这次也增加了A1视频的解码 同时也增加了双度比 那双度比呢 是很多高端电视机的一个标配了 那软件方面 这次呢是基于安卓11.0的Google TV系统 那这个Google TV系统呢 就是咱们平时用的Google电视报那个系统 跟那个界面长得完全一样 那只不过Google电视报呢 现在是安卓12的 而它这个目前是基于安卓11的 其实区别并不是很大 那你说能不能升级到安卓13 这个就不好说了 因为安卓13对硬件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有可能到安卓13那个阶段 这个行业有可能就会大洗牌 有可能配置都会整体提升 现在的配置都普遍偏低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上一代的跑分 而这个是这一代的跑分 这一代相对于上一代呢 单核心性能提升40% 多核心性能提升27% 那这种提升呢 我觉得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 毕竟已经过去5年了 那这个盒子相较于台湾最优秀的那个男人 老黄他们家的电视盒子 神盾TV相差有多远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2019年的神盾TV呢 在单核心性能方面是小米盒子的2倍 多核心性能呢 是它的1.6倍 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 你说一个造显卡的 造AI芯片的公司 在这添什么乱呢 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啊 还是希望这个老黄他们家继续更新这个电视盒子这个产品线 给这个业界呢 继续树立标杆 好了 前面就不废话了 马上开箱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次呢 这个小米呢 是采用一个速封的包装 它内建的是Google TV的系统 那每一个小米的盒子呢 都有一个唯一的这个型号 这个呢 是MDZ28AA 从那个外包装不难看出 它是支持这些流媒体的授权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底部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标志 包括HDR10加 包括双度比的标志 还有DTS-HT 那至于这个DTS-HT能不能直通 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个测试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它的本体了 拿出来看一下 那实际上这一代呢 跟上一代的这个外观 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机身的背面标志 它是第二代 最左边的这个接口呢 是音频输出的接口 而且是一个数字音频输出的接口 也支持这个SPD-IF 这种数字光纤音频输出 可能需要一根线 这个我们后面再研究一下 然后HDMI 2.1的接口 USB 2.0 还有就是电源DC输入的位置 大家看看其他的 好 这边是一个欧版的电源适配器 注意它这个插头呢 是这种圆的 一个小米的说明书 带了一根HDMI的高清线 还有就是小米的遥控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包装里面并没有电池 说一下这个遥控器 相对于上一代呢 它多了两个按钮 一个是油管的这个按钮 还有一个是全部应用的按钮 然后左边呢 这边是一个小米TP家 这个小米TP家呢 我还没有用过 可能是一个直播软件吧 这边是返回键和Home按键 其他的按键的位置都没有太多的改变 那手感方面跟之前的这个遥控器 几乎是差不太多的 同样呢 还是背部上电池 OK那开箱之后呢 我们就通电开机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白色的直灯已经亮了 然后在AV接口这里可以看到红光 所以我猜测 它应该是可以接在公网机上的 然后我们回到电视机的画面 可以看到一进来呢 就是要我们选择语言 那这里面当然是选择这个节语中文了 然后进行一系列这个输入化操作 那这边要提醒各位啊 如果说你是中国大陆的用户 那么计划这环境呢 是依赖于科学上网的 那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因为看到我很多的油管视频了 应该比较了解了 所以呢 我们就快进来完成这个输入化操作 那当我们按下遥控器的电源按钮之后呢 小米核子就会休眠 此时我测了一下这个功耗的大概是0.2瓦 当我们重新按回这个按键之后 它播放视频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功耗呢大概是2.4瓦左右吧 因为电视盒子本来就属于这个低功耗的产品嘛 所以不需要担心它的这个废电的情况 另外这个电源适配器呢是欧规的 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输入呢 是100V到240V之间 所以在台湾呢 应该也是可以用的 那这边简单测试一下网速的情况 可以看到小米盒子的无线速度 大概是240M左右 我个人觉得这个成绩呢 可能是有待优化的 所以过一段时间 如果系统更新的话 我可能会再测一遍 那以我的这个判断标准呢 我觉得这个WiFi5电视盒子起码过300Mbps 可能才算是优秀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 作为一个流媒体电视盒子 其实这个成绩也不影响使用 那如果说你极度不信任WiFi内网 那你也可以连接USB线上网卡 实测呢 确实有一定的提升效果 提升了大概40M左右吧 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有坑 如果说你用错了这个网卡芯片的型号 那就变成了负油化 所以这点呢 大家要注意 另外小米盒子呢 USB2.0到底能不能用呢 我们还是要测试一下了 这边呢 我用软件测试一下外接移动硬盘的效果 它写入速度呢 大概是40M每秒 读取速度呢 29M每秒 注意啊 这里面的单位呢 是大M大B 换算成这个码率的单位 大M小B 大约就是230M左右 所以哪怕你在移动硬盘里面 存了蓝光圆盘 至少在文件的读取上 不会造成瓶颈 如果卡顿的话 就只能找到解码方面的原因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进入主界面的一个效果 很显然这是一个Google TV的系统 跟Google TV简直是一模一样 那对于小容量电视盒子 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它给用户的 声音空间 那这边呢 点开设置 可以看出它的声音空间是3.8GB 比Google TV呢 声音空间要大了1.7GB左右 当然了 这也其实也是50步小百步 都不大 所以各位呢 不要试图安装过多的应用 如果声音空间太少的话 可能会影响播放的缓存 但是这个系统呢 其实有一个小问题吧 也不算是问题 就是新手比较困惑的地方 就是可能你找不到 这个play商店的入口 的确啊 它确实没有什么设计 它就是想让你搜索应用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去搜 但是这个地方去搜呢 不是很方便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这边呢 也是开发了一个小的软件 就是一个图标 就是这个图标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 找到那个链接去下载一下 就行了非常简单 我就不赘述了 那关于这个怎么去下载 第三方应用 我在视频下方的这个描述区 会给出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短视频 大家可以参考那个视频 就可以了 我保证你可以学会 光看这个外表呢 大家是看不出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们还是找到这个系统设置 长按这个home键 然后掉出这个侧边栏 然后点击这个设置 我们在这个设置里面 可以看到表面上这么一看 跟谷歌tv是差不多的 但如果你细看的话 还是不如谷歌tv完善 那就比如说汉化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很显然 应该是设置遥控器的 一个中文的翻译 但是它这边没有汉行完整 这个问题其实也出现在 其他的盒子上 比如说HOMATICS电视棒 也是这个样子 感觉汉化不是很完整 除了汉化不是很完整 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比如说 它这边有一个设置 遥控器的选项 表面上是可以设置 回音币这些东西的 但是你点进之后发现 好像没有什么好设置 所以我个人感觉 好像完成度这方面不是很高 对于一个电视盒子而言 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选项 就是显示和声音这一块 大家可以看到 右侧出现了HDR自适应 就是匹配内容的动态范围 我们俗称HDR或者是 杜比世界的自适应 不过它没有给用户太多的选择的范围 比如说像我这个电视机 是支持杜比世界的 这边就显示杜比世界 但是没有HDR的选项 还有一点就是 它没有根据帧速率去匹配 虽然说我可能用不到 但是我就简单提一句 它没有这个功能 然后再有最重要的声音 大家可以看到 声音的选择里面 它默认可能是第一项 自动 就根据内容上报的格式 然后去匹配 第二项就不使用环像声 就是用PCM的 第三项就是直通 但是我们如果选择直通的话 下边没有任何其他的选项 就是一个干巴巴的 一个直通的选项 没有说具体选择哪一个格式 到底是出HD 还是什么DTS 没有 当然了 经过我后期的一个测试 它也不支持 因为同样这个芯片 其实我看过这个HOMATICS的设置 就比这个要丰富了很多 所以我们也期待 这个小米以后 进一步的更新 如果说你的电视机显示不全 你就可以用这个选项去调整 但是现在谷歌TV已经把这个去掉了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掉 这功能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安全和限制 然后在安全限制里面就可以打到 这个未知源了 这一点我还是表示好评的 因为现在谷歌TV已经把这个未知源的选项 给隐藏掉了 这就让很多新手就是无从下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油管视频 就是一个AV1编码的一个视频 这次处理器升一道S905X4 它是支持这种格式的 之前我说过 如果说你的处理器是支持AV1编码的 它就会给你推送这样的一个格式 并不是所有的视频都支持这种格式 一般都是流媒体才可能支持 可能油管是去年开始比较流行 这个格式的 好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奈飞了 这边是4K的一个清晰度 然后这边双度比标志 本来是没什么好讲的 那肯定是支持的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全景声的标志 如果说在这边你没有显示全景声 显示的是沉浸式音效 这也是正常的 因为有些电视机可能不支持全景声 这个时候奈飞就给你优先推送 沉浸式音效 沉浸式音效应该是奈飞跟森海塞尔合作 推出的共同开发的一个音效 应该是针对头戴式的设备 或者是像那种2.0声道的音箱 可能是有一些优化的作用 具体的大家可以参考他官方介绍视频 我把他的介绍视频也放在这个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因为我这个电视机 它本身就是支持全景声的 所以在这边就会显示 杜比全景声的标志 为了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我只能模拟一下 我们在系统设置里面找到显示和声音 然后选择最下方 有一个高级音频设置 好在这个地方我们主动选择PCM 然后我们再回去 好大家看了没 就刚才同样一部片源 就这部片源 它就变成了沉浸式音效 也就是说当你的电视机不支持全景声的时候 它就给你推这种音效 当然还有一种音效是5.1的 咱们回头再说 下面我们就测试一下耐飞 然后顺便测试一下 HDR或者是杜比世界的一个自适应的速度 点击这部片源 索尼老的遥控器 有一个平显的按钮 我们点一下这个平显 你就可以看到 它点亮了杜比世界 然后目前是BT2020的 好 这个播放的过程中 我们快速的点击返回键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迅速的切换到 Normal的一个状态 虽然是黑了一小线 但是这个速度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就是流媒体这一块 其实流媒体对于这种电视盒子来讲 是非常的流畅的 没有任何问题 也是它的一个主打方向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流媒体 是迪士尼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4K杜比世界的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 IMAXEHANCE的一些片源 但是这里面是没有杜比全景声的 这个好像跟HOMATICS的情况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俩采用的是同款的芯片 应该是芯片还没有拿到授权 有可能 关于4K HDR视频 我们也测试一下 还是老生常谈的高码率的4K视频 HDR的 这个码率是71兆 它的影片存在NAS上 所以说这种影片对它来说是没有太大压力的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高级的音效 像这种只是视频码率高的 就没有什么问题 之前我们去年的时候也做过测试 HOMATICS用的就是芯片 OK 这个就没问题了 通过 好 下面这个环节我们就来点硬核的测试 测试一下关于圆码直通这一方面 经常有小伙伴问我说某一个格式支不支时 能不能直通什么的 每次我都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 这次我干脆就买一个 这应该是YAMAHA的一个工放 当然左右两个音箱是我随便拆了两个桌面音箱的副音箱 作为无缘音箱就放在左右两边 我不是为了享受 我就是关键是用来做测试的 所以今后如果大家有圆码直通的一些问题 我都会用这个工放来做测试 好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安比 我先说一下 我安比的版本是最新的版本 是从谷歌市场下载的最新的版本 并不是说破解版本 好 这个芯片没有那么智能 就是说它没法自己选择直通 不像神盾TV 神盾TV它可以自主的选择是否直通 但这个芯片我们只能自己手动的去选择第三项 就是直通的选项 然后再做这个测试 大家可以看到逆转未来 这个片源是属于DTS HD Master 应该是DTS里面的最高规格 好大家可以看到工放上显示的是DTS 看到没 它是DTS并没有显示DTS HD Master 也就是说它虽然说表面上好像直通了 但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直通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它可能是降解了 可能是用的DTS Choral这种核心 它并没有真正的直通 所以DTS这种音效的格式 你要想最高规格用这个盒子是达不到的 这个是DTS 好接下来我们就换一个影片 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杜比Chall HD的这种片源 好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已经开始播放了 播放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这个工放上显示的是PCM 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完成直通 它还是一个普通的状态 所以说这个盒子你要想完成直通 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了对于一般人来讲可能不需要直通 我只是给大家提个醒 这个盒子是没有圆码直通的功能的 但是比较奇怪的是 其实杜比Chall HD的直通在其他盒子 就是其他品牌是做过这个调教的 就比如说Homematics 它是做到这个Chall HD的一个直通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后面小米有没有软件方面的更新 OK就测试到这边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这个盒子我觉得作为日常串流 带奈飞认证的一个流媒体授权的电视盒子 我觉得是OK的合格的 4K双度比又支持AV1编码的一个视频 解析这种高码率的视频也丝毫不卡顿 这些都是它的优点 缺点方面我也说两点 第一 这个存储空间还是2加8G的万年祖传的配置 如果你安装比较多的应用 我相信一定会影响到系统性能的 第二点就是可能是由于上市不久 它的系统完善度 我认为是不如迭代了三年的谷歌TV系统 当然这样比较确实有点不公平 如果说后面有重大的更新 我也会单独的解说 好 说完优点和缺点 我们接下来说一些我认为的遗憾 那就是这次它不是WiFi6的 并且USB2.0无法转接千兆 早在2021年 Fair TV就已经是WiFi6了 就像民间流传的一句话 那就是Fair TV要有中文早就卖爆了 以上就是我的一个又臭又长的一个带有陪伴性质的测评 那我其实本来是想在周末之前做这个视频 但是我实在是做不完 因为要测试东西非常多 包括一些散热的情况 那我可以告诉你 这次它的散热表现非常的良好 非常好 一点都不发烫 OK 那今天这视频呢 就先啰嗦到这边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我们本次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